根据报道,创办协议检测公司Thanos的前矽谷女富豪伊丽莎白霍姆斯 在德州的布莱恩联邦监狱营地报道,开始得她超过11年的服刑 去年,霍姆斯面临诈欺投资者等多项指控,在11月被判处超过11年的监禁 对于判决结果不满意的霍姆斯提出的保释请求,并在今年5月初遭到上诉法庭拒绝 法官爱德华·达维拉命令霍姆斯在5月30号前前往联邦监狱局报道并服刑 同样被判有诈欺罪的Thanos公司前CEO拿梅什·巴尔瓦尼 则已经在今年4月起开始在加州的监狱服刑 消息指出,生成几滴血就能够验病的血警公司Thanos 曾经从投资者身上臭到了9.45亿美元 高峰时期的公司市值约有90亿美元 2015年,华尔街日报一系列文章提出质疑后 公司在2018年9月正式解散 新唐人电视,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